菲律賓槍手今天凌晨襲擊了南部一座監獄 殺死一名守衛 並且釋放了超過150個囚犯 菲律賓警方表示 該案槍手 相信是非南叛軍 摩洛民族戰線陣線的成員 遭襲擊的是菲律賓南部城鎮 科塔巴托的一所監獄 武裝分子是在當地時間凌晨1點多 向當時值班的守衛開火 警方發言人也表示 當守衛和武裝分子交火時 部分囚犯趁亂利用木梯子從監獄後方翻牆逃走 遭襲擊的監獄共有1511個囚犯 158人逃走 當中4人被抓回 目前警方還在和相關單位合作清理監獄 並且將逮捕其他逃跑的囚犯